合谋欺诈精神技能发展局发放近4000万元技能创前程补助金 两位主谋各被判坐牢14年和17年 警方和精神局发表联合文告表示 两位主谋是夫妻关系 丈夫N Chi Kui和妻子李 Lai Ling分别被判监禁213个月和168个月 案情显示 两名被告在2017年1月至7月间勾结另外的11名亲友利用9家公司行骗 并向精神局提交了超过8300份虚假的技能创前程补助金申请 总额达到3990万元 申请表格著名6家企业的25000多名员工接受了培训 但这些人根本没有受训 精神局在2017年10月底发现申请异常之后 停止向这9家公司发放培训补助金并且报警 两名被告先后在2017年11月和12月被捕 另外的6名被告已在2018年和2019年被判刑 刑期介于33个月到104个月不等 另外3名被告的法庭诉讼还在进行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